中华大学的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建筑与都市计划学系 海清班的陈文德陈老师 很高兴今天 在游副校长跟李毅乔李老师的推荐下 有机会到学校来 录制产业分析与发展的系列讲座 那今天要来分享的就是一个不动产的投资 将以新竹县竹北市为例 那游德自民国81年 从事地震室的工作以来 已经超过了30年了 从事不动产纠纷调除的工作 也有20年 目前是中华民国地震室工会 全国联合会的副秘书长 游德在建筑与都市计划学系 目前在海清班也开立了两门课 一门是经济与房地产 另外一门课叫做不动产投资 那中华大学的学生是幸福的 因为在建筑与设计学院里面 有非常多的学系 有建筑与都市计划学系 然后有土木工程学系 有景观建筑学系 这些学系里面所教授的课程 都是来帮助我们学生 都能够对于不动产的知识的理论 还有他的实物都能够了解 我也期望说我们的学生 都能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都能够满载而归 而且都能够日游涨进 那目前房地产是我们国内的火车头产业 那希望说这次的分享 也能够让同学了解到不动产市场 及不动产投资的理论 尤其是它的原则跟一些食物 也许对将来不动产的一些投资 都能够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个成长 那祖北市是我们目前 全台湾人口成长最快 最年轻的城市 祖北市的不动产涨幅 目前也是全台湾之冠 祖北市不动产投资的故事 值得我们大家来深入的了解认识 今年度三月份的财讯双周刊 681期 针对我们祖北市 它有一个特别的报道 从我们现在荧幕上面看着看到 就可以知道说 它强调我们祖北市 是一个报复的传奇 而且它也在里面说到 祖北市凭什么能够成为 台湾最有钱的城市 比如房价增幅很大 家户所得全国第一 这些都是传奇 从这个画面 同学里面可以看到 从房价的增幅及家户所得全国第一 所以导致了 祖北最近有一个叫做报复的传奇 凭什么成为台湾最有钱的都市 原因是什么 它的历程轨迹是什么 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照片的右下角 我们很明白的可以看出来 这是我们台湾高铁的新竹站 它的对面这些高楼林立与新竹市的官补特区 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个发展的一个很有名的城市 所以就简称为大新竹特区 那这么多的大楼 为什么它是报复传奇 那为什么它是所得最高 而且它的老化人口是最少 但是人口的增幅是最高 那这个你可能不了解竹北市 但是竹北市最近已经有两种人 一个叫竹科的新贵 一个叫做当地的老农地主 就是当初在竹北住的人 这些人已经成为了高消费的新势力 以前竹北在高铁特区 现在目前在竹北特区 已经有非常多的企业总部来这边进驻 附近周边的科学园区的增人也不断的扩大 那开发商不断络绎不绝到这边来买地 来这边繁荣地方盖房子 过去有人说你要到台北去掏金 但是现在更有一种可能是 你必须到竹北来找机会 我们敬爱的新竹县县长杨文科县长说 他说竹北是下一个台北信义计划区 以他的经验而论 大概他说历时23年来 杨文科县长见证了竹北市 从一个农业小镇 已经慢慢的蜕变成为了科技的一个新城 这是一个竹北的街道图 你光看竹北现在目前的街道图 就可以知道竹北到底 它的区域位置有什么优势 竹北的地理环境有什么优势 那等一下我一一的跟各位来介绍 这个是竹北的行政区域图 刚刚前面的两个图 等一下我再来为您分析 竹北的区域位置 跟竹北的交通 它的优势 这边讲到说竹北市 从一个小镇 它翻身成为一个科技的一个京城 那竹北到底有哪一些重大的建设 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的轨迹 因为这些建设轨迹加持 竹北最后华丽变身了 从小镇翻身成为科技精城 那从竹北的人口数 跟这一些重大建设的加持 我把它做一个时间链 在1980年的时候竹科刚刚成立 成立的时候 竹北的人口数才五万五千多人 1988年竹北乡 它改制变成了竹北市 所以它的人口已经到达六万多人 1996年 我们竹北市这边 高速公路国号一到 竹北的交流道就正式启用了 那时候有七万九千多人 将近八万 到了1999年 竹北成为新竹县 人口最多的行政区 到了2001年 竹北市的台原科技园区 也正式启用了 启用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竹北的人口数 有九万两千八百一十四人 民国96年 也就是2007年 高铁新竹站通车了 所以竹北更向前迈进 整个这地方繁荣起来了 那时候竹北的人口数 有到达了十二万六千两百五十五人 2011年 生物医学园区 生技大楼也启用了 一启用之后 人口来得更多了 发展得更好了 竹北那时候有十四万六千八百多人 到了2019年 台大医院的新竹分院 也启用了 启用了 这时候竹北人口就到了19万多人 2020年 国际AI智慧园区正式的招商 竹北突破20万人 今年2023年2月 高铁双新地标 也完成 新竹未来之新 完成签约 我们竹北正式来到了 21万将近两千人 那竹北为什么能够从刚刚各位看到 竹北的整个成长的轨迹 那竹北有一些资罪 这个资罪就是因为科技精神 它怎么样的去赢全国 比如说目前根据我们的财政部2022年6月所发布的资料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新竹县竹北市在加户所得部分已经比台北市的精华区更高 平均数达到了149.5万 那中位数 我们新竹县竹北市也有88.5万 从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图面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这上面统计数字都非常的精准 所以竹北就成为了最有钱 最年轻 人口成长最多 同时也是房价涨幅最多的竹北之最 那刚刚这就是我跟各位说 根据财政部2022年6月份 它的统计发布的资料 加户所得 分别竹北市 平均数跟中位数 比以前新竹市东区更高了 而且高出来的数字的话 不是很相近 而且有幅度上面的增加 那目前竹北市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 也有非常知名的企业不断的来插旗 所以老师认为竹北的发展里面 也有三个产业聚落的成型 那这个产业聚落的成型的话 包含国际AI智慧园区 包含竹北高铁特区 生育园区 国际AI智慧园区里面 现在目前有非常多家 包含易龙电子自帮科技的厂房 正在新建中 那我们竹北高铁特区 包含滑邦店 包含政药科技等等 现在目前都已经盖好了 联发科也在规划他们的厂房中 生育园区目前很多的厂商 都分别进驻了 包含高端的疫苗 台康生剂 甚至国洗干细胞都纷纷的进驻 甚至瑞翼办老体还有药华医药 现在目前的厂房也在新建中 那从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图示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竹北的发展 也有因为有四个园区不断的扩大 而且注入了活水 所以让我们竹北市 现在目前成为科技的精神 里面有台原科技园区 等一下在我们的图示里面 我再来告诉各位台原科技园区在哪里 还有AI智慧园区 包含有生医园区跟新竹市的新竹科学园区 这个图片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竹北的房价从2020年到2022年 我们竹北历经了一些的重化区 这三年来它的涨幅已经预九成 超过九成 它的整个涨幅的一个趋势 跟它的涨幅数量 在我们的图面上看得出来 而且这些数量是发布在我们的乐居网 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目前竹北之所以能够这么繁荣 那就包含我们有限制一期的重化区 我们有限制二期的重化区 限制三期的重化区 包含我们台科大的重化区 刚刚前面一直介绍的竹北高铁的特区 还有在我的办公室附近的华兴重化区 这里面看得出来涨幅最高的是限制三期的重化区 因为不断的建设人口不断的涌入 所以从2020年到2022年 它就已经涨幅达到了92.3% 那我们一直在想说 那原本我们一直强调的是 在竹科地方它的生活圈房价非常的火热 可是问题是刚刚我想讲了 从限制的一期二期 这些重大的一些重化区 甚至一些我们该科技聚落不断的形成之后 这些重大的建设在天动能 所以让我们竹北市房价越来越高是有原因的 那我也从财讯的它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面有一些是号称大新竹地区最贵豪宅 可是最贵豪宅并不表示说 它现在是全台湾最贵 但是它在大新竹地区目前来说 它算是最贵的豪宅 这个表是哪里来的 这个表是从我们内政部的十价登录网站 还有一个叫做台湾房屋的团队 它里面有一个趋势中心 它把这一段时间以来 竹北所有的房价还有最受欢迎的房子 它把它做一个统计 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社区的名称 可以看到我们的行政区 这里面总共它有十个排名 当然有一些排名是相同的 这里面竹北大概就有九个十个建案 社区名称是我们现在目前认为最宜居 而且是最贵的豪宅 它目前从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最贵的单价达到每平是68.5万 那据报章杂志所报道 甚至竹北现在在预收屋的建案里面 甚至已经有80万左右的开价了 那这个图片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城市造山的梦想 那这个从这个图案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它除了这个建筑量体之外 它植入了我们生活在郊外 有那种大自然的氛围 这个若石山的这一个社区 目前据我所知 几乎天天都有人过去朝拜 然后希望能够进驻 我们竹北现在目前显然已经成为了 这些科技人认为最宜居室居的城市 那竹北市在不动产投资上面的六大优势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刚刚我们有讲到竹北市的地理的位置 还有竹北市的交通网 那同时竹北市也是新竹市县制之所在 还有第四个是竹北市的各期区段征收 我先把这四个优势先跟各位来讲一下 竹北市的地理位置 这个是竹北市的都市计划图 那竹北市目前的人口 跟各位报告一下 它来到了21万2000多人 那竹北市的面积有46.8341平方公里 竹北市的北边有凤山溪 南边有头前溪 伴随着头前溪的跟它平行的 有我们台68的东西向快速公路 那这一个就是南北 那东西向呢 东西向这个交通网就更令人大家来惊艳了 首先讲到竹北的西边 西边有西滨公路 西滨公路然后再过来是西州大桥 可以从竹北市直接到新竹市的南亚街 然后再过来是省道 省道过去就是我们整个台湾最活络的交通网 省道的旁边就是台铁 每天都有那个火车跑来跑去 台铁过来就是我们现在的易高 在这图面上面就是现在目前最大的红的那条线就是易高 然后再来我们就到了所谓的自强南北路 自强南北路经过了金国大桥就可以到科学园区的大门 然后再过来到了琼林乡这辆就是有二高 那同时怎么去贯穿刚刚我们讲的重化区呢 里面有一条光明六路 这里面包含它已经贯穿到了限制一旗二旗三旗 台科高铁 这辆整个贯穿 所以我们竹北现在目前来说算是全国交通网最活络的地方 那再加上刚刚所讲的一个台原科技园区 台原科技园区就在现在目前在我们竹北市的街道图里面的中间的上方 那个地方本来是我们竹北很有名的台原纺织厂 后来改成台原科技园区 目前在里面有很多未上柜未上市的研发单位 很多厂商都在里面 所以那个部分将来也是台湾产业的一个中心 那我们讲到的第一二三次都讲过了 那我们来讲到的第五 竹北市现在目前刚刚所讲的有三大产业聚落的行程 包含了国际AI智慧园区 竹北高铁特区 深医园区 那刚刚在我们的图片上面 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三个园区 三个聚落成型 分别有哪一些台湾非常有名的科技厂 最有名的科技公司 目前在这个地方纷纷的进驻 刚刚讲到了四个园区 在我们图面上面 现在标了一个橘黄色的旗帜在上面 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竹北市从一个农业小镇 发展成为科技的精神 都市的机能越成熟 对于开发商 对于民众 它就会抢劲 这是一个趋势 而且对于一些重大的建设 还有一些非常有发展性的题材 这些如果不断在发酵 我们也认为在竹北的房价 可能会更火热 那在不动产投资的期望跟建议上面 文德老师会认为 我期望我们中华大学的学生 一定要精进 精进在建筑与都市计划 还有土木工程 景观 地震 还有估价各方面的专业知识 你要去了解这些专业知识 跟一些法令 而且要做到对于不动产的庭看厅 不要突然之间冒然的去做投资 你必须要做到庭看厅 而且在买卖的过程之中 你要找到专业人士来帮助你 这样的话对你的权益的保障 会更趋完整完美 然后呢 对于不动产 我也建议一定要做产权调查 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进 那不动产的产权调查 除了自己不断的学习之外 那你也要到一些实价登陆的网站 然后自己去看 自己去分析 自己去评估 自己去做选择 而且国土计划法 将会在民国114年的4月30号 正式的公告实施 那老师会希望说 针对刚刚所讲的 庭看厅 产权调查 实价登陆 而且对于国土计划法将来的实施 这方面同学都能够去研究 希望下一次我们有机会 来再跟各位来分享这些的议题 那今天老师的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对大家很有帮助 那谢谢各位 谢谢